我發現這隻寵物最大的優點在於說他的攻擊力 然後另外一個優點在於 啊這是元氣騎士前傳忘記跟你說 那另外一個優點在於說 他給的經驗值真的蠻多的耶 真的很多 因為我剛才才打一兩隻 照傳統來講就是照S0賽季來講 他的那個給的經驗值其實並沒有足以讓我升到二級 可是我才打個一隻兩隻 就升到二級了 自動穿裝備不錯喔 好 然後點數的部分我想我全部先點智力好了 因為一開始開荒的時候 你點力量好像沒有意義 因為畢竟是法師角色 我覺得練到50等全部轉成力量 然後不管是玩召喚流還是熊熊流應該都還ok吧 那技能的部分我想我就先 先點那個 毒瓶投射 因為其他的也沒辦法點第一層也沒辦法點 要到五等之後 然後之後隨著洗點上面出現 全部洗掉才是正確的 前面開荒我覺得就先用傷害 技能比較大的來開荒 然後打到對方的 那好像在毒瓶投射呢 這個東西他會自動鎖敵 所以我也不需要就是精準的去就是很考驗手感的這樣講 對 然後敖刺這隻龍真的是還不錯 他的攻擊力蠻高的說實在的 然後他應該會隨著等級越來越高吧 不知道他喜歡吃什麼 等一下看一下那個之前的那個常用網站 我還發現一個那個 他們把常用的角色原本是要選地圖 然後按到對應的地方才會出現嗎 那現在呢 直接按右上角地圖這個小人頭 然後那個扭蛋區是不是 喔 寶石商人區 有沒有 喔 不錯喔 有在更新 然後剛才去郵箱的地方啊 他有送你 這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先來點開看看有什麼 喔 五個 藍寶石 五百塊 八百八十八塊 這個沒辦法用 欸他不是可以一鍵存取嗎 欸 他更新的時候 有寫說這邊有個一鍵存取功能啊 所以現在還是沒有就對了啦 應該是還沒開吧 因為 一鍵存取好像是羽毛 然後跟磨鍊石 好吧那算了我們就繼續那個 金當號都看一下說不定會有些東西 還是一直在出錯呢 喔 好華麗喔 他的圖案有變 寶箱商人的圖案 好我們繼續玩 那目前打第一關就三級了 跟之前比起來確實快很多啦 哇如果你開啟飛快刀啊 他可以幫你快速的輕拐 比那個 比你自己用那個 屏A跟 跟用那個 丟毒屏好太多了 他就是 召喚樹葉在你旁邊 然後只要有怪地方 他就會一直連續攻擊 如果他有毒素異常的話 還可以再觸發另外的攻擊 所以如果 磨好不夠 怎麼會這樣 所以如果你已經開啟飛快刀的話 這個技能不會讓你失望 就是前期輕怪的速度 比你丟毒屏快很多 那毒屏可以輔助他觸發那個 異常狀態 然後讓他有額外的攻擊 技能是這樣寫的啦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釋放五個投射物 就是 飛快刀 然後 然後 毒素 然後觸發異常狀態嘛 然後這邊又有血 對 毒素異常的敵人 觸發毒素異常的傷害 我剛才打完第二張圖啊 他就出現一個駐煞的系統 也就是說你過第二張圖的時候就會出現營靈婆婆 好這邊有個黑煞之力 相關的介紹我覺得 可以等之後 因為你現在介紹 太多 太多網站講了 然後講的東西都是官網內容 我都看過了 所以 沒有什麼好 好再去重複的 所以我打算等到我用駐煞的時候再去用 那我現在可以選擇第二個職業 那當然就是召喚師喔 打第二張地圖就給你選第二張職業 第二個職業了 然後第三個職業要八級解鎖 所以你看我打第二張圖就已經五級了 之前五級可能要打到第四張 第五張 大概一張圖一個等級吧 所以這個寵物其實是 滿有用的在前期拓荒的時候 推推 然後剛才有講到那個一鍵儲存的地方 原來是你按到你的那個 角色見面的時候 這邊就有個一鍵儲存雜像這個 所以不用像之前 官網釋出的資料 就是一定要到什麼996商人 然後是哪裡才有 你就直接按到你的那個 角色頁面就有了 我應該要玩之前要先把寶箱清一清 可是我沒有清 所以我三格寶箱都是滿的 然後早上拍一期是紫色武器 蓄力攻擊之後的樣子 好吧 就先開一格吧 花個兩百開一格 不然 東西太多 很 很阿臟 八級的時候啊 我選的是 用召喚攻擊為主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忍者會被削弱了 而且 你看喔 我的召喚師 通靈師 通靈師他的靈能同步跟 巨靈數 都各點 靈能同步點2 巨靈數點1 那我可以 反而不管怎樣 就只能夠召喚 兩隻 最多兩隻嘛 這兩隻幫我打了天下 所以 我是一個善變的男人 自從我知道說 靈能召喚可以 應該說 巨靈數這麼強之後 我就全部點力量了 所以我現在就變成說 一開始點智力之後 全部點力量 因為 他是可以繼承 呃 召喚師的 痛靈師 召喚師的屬性就對了 然後 我這邊呢 一樣 就是 先點了狼靈呼喚 那我就呼喚了兩隻 這是哈士奇嗎 什麼 感覺沒有什麼殺傷力 反而就是現在玩起來 如果說你 還在猶豫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先用 通靈師 起步 然後通靈師起步的時候 你就全部點力量 因為 你的召喚物會繼承你的那個屬性嘛 然後他們全部都是近戰的 所以 基於近戰的這個原理 力量的部分呢 可以點多一點 他這邊會繼承你所有的屬性的一半嘛 對然後 他這邊 隨著你的 呃 技能等級提升呢 他這邊的那個召喚物的那個強度加成 還會再不一樣 所以說 總而言之就是 有沒有 下一集就變 如果三等 技能的話就變40 兩等是20 所以這是很恐怖的 那如果你全部點力量的話 那 再派你的 小型靈位 還有你的狼狼 去攻擊對方 是蠻恐怖的 如果說你還不知道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用 呃 通靈師起步啦 這是我給你的建議 那 我一開始應該也要這樣才對 就不會玩這麼的辛苦了 好 那我們繼續玩下去 有什麼的話 再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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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